为刘少奇频繁的消息传出后 开封北土街10号这座小院的秘密 逐渐被世人知晓 在这张火画单上 刘少奇的名字被故意写成刘卫黄 职业填了无业 死因成了劣性传染病 刘少奇的骨灰被冒名保存在开封火葬场 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国家主席的骨灰 苦苦思念十多年后 亲人们终于来到了它度过最后时光的地方 这只伴随它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枕头 勾起亲人们不尽的哀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80年5月1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为刘少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 当年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 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 它是受到权党和权贵国中人民来带的 究竟考验的 卓越的党和国家力量 文化大革命时期 领标将军以后 属于阴盟传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 利用我们党的确定和错误 取以刑害和藏骨培害 刘少奇同志 在追悼大会上 刘少奇的老战友邓小平 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 说了一句话 是好事 是胜利 刘少奇生前曾郑重的对家人交代说 我死了以后 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像恩格斯一样 大海连着五大洋 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大海连着五大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